在我们的学佛路程当中,很多人都在摸索着,在学。 这个有时候呢,自己呢,不一定能够学到真正的佛法佛理。 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呢,这个对一些正的和这个学士学念呢,他的不是太了解。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的,什么是那个写的。 其实菩萨早就告诉我们了。 菩萨告诉我们,你情实善嘛,对不对啊? 心实善总是正的,对不对? 啊,如果你能够守十善业,不杀生了,其实十恶就是不去做十恶,守十善业。 其实你这个十恶不做,你就是有善。 你如果善业不做,你就有可能行使你自己的这个恶。 那么,很多人经常讲,这个十善和那个八正道有什么关系。 那么今天呢,台狼呢,就跟大家讲讲,有什么关系,非常关系,非常大。 因为你守了十善,因为你不杀生,不偷盗,不邪淫,不妄于,不两舌,不恶口,不其余,对不对啊? 你不贪欲,不称慧,不邪见,那么你就是拥有了八正道来。 这就是关系啊,因为你这些都没有,你就开始有正当的见解,叫正见。 你有正确的思维,那么就是正思。 你有正确的语,那么叫正语。 你做出来的事情非常正当的行为,那么叫正业。 那么你有非常正常的,这个正确的,这种不造业的这种生活,那么就是正命。 那么你拥有非常正确的努力,精进,那么叫正情,就是这样。 所以正念,就是正当的意念,正定就是正当的禅定。 所以学博啊,其实啊,都相通的。 你有这么多的正当的,你就慢慢慢慢你就会懂得。 啊,这个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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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懂得一些,啊,一些那个佛法的一些东西的。 啊,实际上,啊,台长跟大家讲的就是,我们经常讲,啊,经常讲,啊, 为什么在学博当中,啊,在学博当中,啊,在学博当中,啊,我们要能够用自己的智慧来学。 啊,拥有自己的智慧了,你就慢慢的,啊,会拥有,啊,佛性。 啊,所以,佛门的,这个,这个,善业,是靠我们正念。 正性,啊,啊,所以,大家想一想,啊,一个人要正,啊,人家问台长,啊,正念,啊,正性,啊,什么叫正道。 实际上,你就要懂得四,四,四,四圣地,啊,十二因缘,啊,六度,啊,四念处,啊,啊,对不对,八正道,啊,啊,等等,啊, 啊,这些都是佛菩萨给我们拥有的,啊,这些能够,啊,让你能够拥有,啊,正确的一种思维在人间修行的,啊, 所以,你比方说,啊,我们说,啊,十二因缘,对不对,啊,这个,这个,形式,啊,都很重要,啊,因为人在人间,啊,有爱了,有瘦了,啊,有娶了,啊,对不对,啊,有生啊,有死啊, 啊,实际上,这些呢,都是要,靠人间正确对他的理解,你才能得到,啊,这个,正命,啊,生活才会显出正命,啊, 那么,很多人说,师父,我知道什么叫正命,那么,那么,有正命一定有邪命,啊,对不对,啊,啊, 那么,过去呢,在佛教当中呢,佛教当中讲到,啊,有五种,啊,邪命者,啊,也就是说, 比丘啊,就是和尚,如果不如法师,就是没有做,做好的,那个,这个,佛法的,那个榜样,啊, 就是没有好好地去行佛道,啊,但是呢,只以求生活,啊,啊,在生活中, 当中去追求,叫为之邪命,那就邪命,对不对,啊,那么,比方说,啊,啊,这个,啊,平面地去追求,啊,那个,啊,啊,怪怪的,啊,意象,就是说,啊,这个, 其实当人家感觉到你跟别人不一样,好像你有奇特的,啊,各方面的一种,啊,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,啊, 啊,理求利养,啊,这个,这个,公民利养,啊,那你要说,啊, 第二嘛,就是自说功德,说自己,哎呀,功德大得不得了, 也是理求利,依求利养,对不对,啊,还有嘛,有的, 法师说,啊,我这个能够,啊,啊,凶极,啊,那也是,那个,属于,啊,邪命,啊,高升献威,啊,就是,哎呀,这个,这个,这个,献威士,啊,啊,啊, 是一出来,是边上不得了的人,啊,或者怎么样,这个,也是,啊,属于,依求利养,啊,啊,这个, 还有,说呢,所得的利,啊,利益,啊,以动人心,就是,啊,这个, 那我今天所说的,啊,事情,啊,怎么怎么,啊,会为你得到很多的利益, 比方说,啊,我今天,啊,这个,为你求,啊,你会怎么怎么怎么好起来的,啊, 啊,然后嘛,啊,人家们就整天,就求求你,啊,你没有教他,教他自己见经, 而是,只是你,让他顺着你,啊,你来帮他解决问题,啊, 那,这个就是邪命,啊,这五种,所以呢,学佛,呢,慢慢慢慢的, 自己,啊,真的要,啊,懂得这个世界上,啊,啊,啊,这个, 人生的明灯在何处,啊,啊,对不对,啊,所以,我们,在人间, 这个佛法是,因为是教育,教育人能够,啊,能够改变,啊,自己, 所以,他非常非常的,啊,于现实当中破除自我,啊,啊,啊,所以呢, 过去,呢,我们学佛讲的小成,呢,就是破我执我空,啊,啊,正我空,啊, 大成,呢,破法执,啊,正法空, 啊,所以呢,这些,呢,就是慢慢大家都要学的,啊, 大成主要是救度众生,啊,啊,啊,这个小成,呢, 就是,啊,自利,啊,利他,啊,所以呢,在这个,啊,在这个,啊, 在这个学佛方面,呢,要当心要学,呢,就要学到,啊, 啊,六道之外,啊,虽然你如果,啊,啊,那个, 学了一点点,啊,这个,佛法之后,呢, 自功高我慢,呢,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 你很能,很容易成仙的,啊,嗯, 成仙,成仙,呢,就是说, 你在天上,啊,天神,啊,对不对,啊,啊, 这个,这个天堂,啊,啊,有这个天尊,啊,天地,啊,啊, 有天马,啊,有天和,啊,有天兵,天将,天女,啊,啊, 啊,这个是在天道上都拥有的,啊,啊,所以你到了这个天道之后, 你就会不好好学,你就会享受,这个,人天福报,啊, 然后自己慢慢的,呢,这个,被各种,啊,这个,现实生活当中, 啊,那种,啊,这个,啊,这个,在这个,天上的那种,啊, 啊,先进而所迷惑,啊,啊,被这个天上的那种享受所不知所措,啊, 找不到自己的方向,啊,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 所以我们学佛人,呢,要心中有一盏明灯,啊, 找寻自己的出路,啊,找寻佛在我们心中的明灯,啊, 啊,啊,啊,好好的学佛,啊,好好的让自己的智慧生出来,啊, 保持,很多人说我保持人间的尊严,实际上人间的尊严, 深圳的尊严是你内心的,啊,就是天中的佛性了, 你连佛性都没有了,你说你有什么尊严,对不对啊, 啊,很多人的尊严以为是,啊,明吏才十岁,啊, 但是呢,我们真正的尊严是什么,啊, 就是我们所说的,啊,明吏开悟,啊,救度总生, 想一想一个人能够帮助到别人,让别人开悟,对不对啊, 你说别人对你多尊重,啊, 这种尊重不是,啊,从人间能够得到的, 而是通过学佛之后,啊,自己,啊, 能够让别人感受到,你自己也能够做到的, 所以这个在你心中点燃的一盏明灯,啊,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,啊,越来越有智慧, 能够寻找出,啊,在人间学佛的方向。 嗯嗯嗯哦 嗯嗯嗯嗯 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